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18日大将举行开幕式 当前没有任何比赛 接下来我们按照每日赛程来捋顺一下 有情节是 印尼和中国有一个小时的时差 向文所提到的都是北京时间 19日 武术产生手金上午10点 男子长权将决出本届亚运会的手金 中国队自2002年釜山亚运会以来连续四次夺的手金 上午开始 还将进行游泳育赛 羽毛球 蓝女团体淘汰赛 网球淘汰赛 女排小组赛等多个项目的争夺 下午 设计将产生东京奥运会 两个新尊项目 十米器步枪混合决赛 十米器手枪混合决赛的金牌 晚上孙杨 赴员会等领衔的中国游泳队将先起第一波夺金潮 20日 孙杨出战800自由游泳育赛 羽毛球团体赛等 都从上午10点开始 下午将开始体操男子资格赛 晚上将根据资格赛结果产生全能的冠军 上午还将进行网球淘汰赛 男排小组赛 以及设计等项目的决赛 举重赛场将产生女子48公斤 及男子56公斤级金牌 晚上十九点开始 泳池将决出七枚金牌 21日 泳池的诞生期间 前几日的热点自然是大象游泳 上午预赛 晚上决赛 今天孙杨将出战四十 林子 此外上午开始 还将陆续进行网球 女排等比赛 下午开始 体操女子资格赛 将进行四个组的比赛 晚上直接产生女子全能的冠军 下午设计赛场将进行男子十米气手枪和步枪五十米三丝的决赛 举重赛场 男子62 女子53将产生金牌 22日 羽毛球团体金牌产生羽毛球 在印尼拥有很高的地位 近日男女团体的金牌将在下午和晚上产生 郭宇是汤姆斯杯的冠军 对于男团志在必得 女队要想夺冠难度堪比游博杯 今天还将决出体操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两枚金牌 举重赛场是产生男子69公斤级金牌 晚上19点开始 游泳决赛开始 今天产生8斤 23日 游泳产生6斤游泳 继续是上午预赛晚上决赛的节奏 今天将产生男子100米自由泳的金牌 只是这一次参赛选手 终不见了名的他 当天射击 举重更多个项目也将产生金牌 17点开始体操五个单项将进行决赛 主要对手日本队此次为派出全主力 中国体操队友旺在多个单项上问鼎 女排 羽毛球等球类项目的小组赛将继续进行 孙杨24日 孙杨出战1500米 当天泳池决出六斤 孙杨将出战最后一个个人项目 1500米自由泳 游泳项目今日收获 今天还将产生网球男双女单的冠军 提高赛场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 产生平衡目 双岗等五个项目的冠军 举重项目中 女子63 男子85将产生冠军 球类项目继续进行小组赛 25日 马拉松开跑网球 产生三斤早上7点 男子马拉松就将开跑 上午11时开始 网球项目陆续产生男单 女双和混双的金牌 今天 男女排球继续熬战 羽毛球单向将产生女双的四强 以及男单 男双的八强 举重赛场将产男子94和女子69两枚金牌 26日 篮球三对三产生金牌 依照高尔夫就将展开第四轮的争夺 决出男女个人 男女团体共四枚金牌 女子马拉松七点开跑 今天的重头戏是晚上的男女白米非人大战 状态火热的苏炳天 谢震燕 没有力将冲击金牌以及更好的成绩 今天乒乓球 羽毛球 男排等继续进行 举重产生女子75 男子105 两个级别金牌 首次成为亚运会比赛项目 三对三篮球将在同日产生女子和男子的冠军 27日 羽毛球产生二金 今天上午依然是前进玉赛 晚上产生六枚金牌 上午开始 乒乓球 女排继续进行 举重赛场决出男子105家 女子75家的金牌 羽毛球赛场今天将进行女双或双决赛 陈清晨贾亦然能否学持 正思维黄亚琼能否继续是锦赛之后 在独亚运会冠军了 28日 平宇进入高潮平堂球 男女团体办决赛和决赛将在同日进行 白震东 朱宇玲领衔的国兵男女队将双双冲金 日韩会形成强有力的对抗吗 羽毛球将产生男单 男双和女单的金牌 国瑜这次会交出怎样的杂卷呢 主场作战的印尼羽毛球会出敌反弹吗 今天教室比赛正式开始 率先开战的是女子双人十米牌和男子双人三米板 前进赛场诞生期间 男子110米蓝 曾经我们最关注的项目 如今还会吸引我们的视线吗 中国女排29日 女排四分之一决赛开战 依照是男女20公里进走的决赛 乒乓球将在今日开始获双项目的争夺 田径赛场产生男女200米的金牌 跳水产生女子双人三米板和男子双人十米牌的争夺 女排四分之一决赛全面开打 全主力出战的中国女排将从此开始接二连三的考验 30日 中国接力全速出战今天球类项目的争夺 将逐渐进入高潮 男排半决赛将展开 乒乓球将产生获双的金牌 凤床男女网上产生冠军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牌和男子一米板将展开角逐 田径赛场今天备受关注 男女自称一百米接力火爆上演 苏炳天 现正夜领衔的中国接力队 这次将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31日 女排半决赛开战 今天女排半决赛将打响 中国女排走入四墙英雄悬念 因此今天的半决赛表现自然备受关注 女足决赛将在今日上演 跳水赛场产生女子一米板和男子三米板的冠军 一日 足蓝牌决赛相继上演今天是开赛以来最为繁忙的一天 乒乓球男女单决赛 男女篮球决赛 男足决赛 男女排球决赛都将 进行 其中最受关注的女排决赛 将在17点30分开始 男篮和男足决赛都是19点30分开始 跳水赛场女子三米板和男子十米台 将产生跳水的最后两枚金牌 2日 最后一金家闭幕式2月上午 将产生本届亚运会最后一个项目的金牌 铁人三项混合团体将进行 晚上将进行闭幕式 相约2022杭州 由于目前具体对阵等尚未更新 具体的官网没准 新浪体育也会随时跟进